如果是選擇開東歐 那是為了選擇 我們今天是選擇開東歐 那叫做為了學府 遇到Youtuber們了 OK 我們今天禮拜天我們來參加 基進黨3Q哥要來台南 我們來看一下 下台南 的歌 比一個帥 維心 男生 我 鍵來拍這個 國謂到場 我先請 康律 我們以上 Foundation請朋友 希望這一次我們收間 正式我們的專業 下一次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導演委員 謝謝 看到你好幸運喔 接下來呢 也是台灣一定最堅定的夥伴 謝謝 你幫我簽個名字 好喝 請慢打箱 我沒問你丟了 好 請便宜 我想我北京 你以前我酒台都是浩瀉寵校的 現在跟一群畢業 畢大口更多人錢 好看台灣的演唱歌 不行 到來我都紅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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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歡迎 NOTLAT 英霍宏委員 三Q層 保衛 喔 最近我的鐘琳 我就覺得 真的會笑耶 還有你們知道 我當初是加臨台灣基進 除了在網路看到 一起主持的影響 我覺得經常是 我去到那個時候 鄭高雄 葉梁堡的這個東部的時候 是中林在那裡鼓掌啦 那時候呢 我就跟他說 欸 我覺得這個政黨 對著台灣的路線 對著台灣的未來 一直對著政治局勢的 是有一定的難度啦 所以那時候就有 初初我想說 沒有代表基進來選一個李女的 結果喔 要選李女的時候 我回答問我女朋友說 欸 啊 讓你做李女沒那麼好 他說 李女沒聽起來很老的啦 我從早就選議員啦 結果議員一個沒中而已 現在變成委員扶林 所以 elle timel 的變話 号 真的良好 我們都不知道 一個我們本來要選李女的 這個角色 最後我變成立法委員 我反正就是社會社會官 你知道嗎 然後國去了參加科展 結果科展的成果變洛貝爾獎 啊 但是 好 還有 但我們不能這樣僑侯 因為究員是 這個核心而已 我們科展 阿結果變洛貝爾獎 θα的過程 表現這樣 大家需要這個角色,不是我們很後悔 不是我們很後悔,比較有經驗 所以我們很輕易,也一步一步在走 今天生臨這個台南的東坡 已經到我們為了豐富 是為了什麼,為了金到來在地 來做青金到祖賊 如果是選前開東坡,那是為了選金 我們今天是選後開東坡 那叫做為了豐富 所以拜託大家,跟台南基金支持一下好不好 謝謝 有人說,你們台灣基金跟民政黨一樣 都說台語的,都分土的 有人說你們是小綠綠 有人說你們不敢感動 我給大家報告 台灣現出的政治環境 不是一個想要怎樣,就能怎樣 不是說,大家政黨都愛國 不是說,我們在愛比什麼樣的國家地位 已經夠國際的地位,就能夠地點 所以台灣這樣子的政治舞台裡面 我們必須要先態度 不適合的地方 所以我經常說,離空一半年的時候 全台灣選得最好的就是台南基金 他沒有讓民政黨太好過 他又鼓勵第三勢力 但是他跟國民黨說,分色 你不能動選 所以台南基金 在離空一半年的時候 全台灣整個 還收下來的六度的部分 在一半年選後 我為高雄出發,社台灣一人 去參與基盤的所謂 台灣高局 希望透過順序的選黨 來和大家交換力量 來做朋友 來了解到地方的民政和心聲 我發現那個時候 大家並不是對到民進黨是說 並不是對到台灣認識日常 只是那個社 那個新聞 以及那個怪怪的人物 那個沒頭問的那個 他在電影 他在這個新聞 這個咬的日子 說奇怪 全台灣像這樣很愛他這樣 所以我們透過 用聲鼓勵去台灣土地 了解到說 原來台灣人 並沒有對台灣土地 是去進場 所以我們才有法度 在一九年 隨便站出來 包括我們的五分區的選舉 包括我在台中的這個 區域的選舉 這就表示什麼 有很多事情 我們看到的 跟新聞社的 不一樣 所以透過的實戰 透過的行動 透過的跟地方 下去走 去了解說 到底台灣現出時 需要什麼樣的東西 也因為這樣 在二峰二峰 那一月十一月 動選之後 我跟台灣基金 每一個優子 都做回來寫新聞 做回來寫建設 做回來打拚到 實際的立委 可以做什麼事情 除了全國 我們開一個地方 東部議員 我們替台灣人民 更健康 替台灣人 換護照 還行替台灣人 拚外交 後一會兒 我還要在裡面 修正委員會來 替大家 替大家 我們每一個台灣派的議員 台灣派的議員 以及我們做這個民主 路上的前輩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份主 再一度 再一度 跟大家強調 我們是一個少年政党 但是 我們說的每一句話 我們做的每一件事 都一定要符合到 台灣土地的利益 未來 也要拜託大家 跟我們總林支持 跟我們台南基金支持 我們也要用行動 用力量 用會議 用政策 來慶祝大家 給大家 一個健康好的台灣國家 感謝 謝謝 這個炎兆生先生 他在去年的時候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是在去年 他說日空選舉 我們網路的文選 還有一些海埔 還有一些 這個 這個算是說 政策變好的度 是我們一個 叫炎兆生先生 來問 那炎先生呢 他以前是 這個應該是 鳳家立立的 對 所以他 我那個時候參選 還包括到 我在大港開唱的時候 表演 炎先生 他有 他一開始是 和我聯絡 他傳一個訊息 給我說 如果可以到三天 做什麼都好 那是因為 看到那個 大港年 的那個 那天 我覺得說 人對 這個 世間都要有利盡 才有辦法增進 那時候 看這幾個月 看到這個月 我就覺得說 欸 那時候 他可能那個時候 心情不好 但是 人家有辦法 說一句話 一個演出 讓他有信心 讓他對 世間有利盡 這樣是一件好事 那後來 他就做一項度 給我 但是 我說 因為他要做衣服 我說 你如果要買 我沒辦法給你過書 因為我那時候 沒有產品 沒有什麼公司 什麼東西 你如果要買你就不要說是我 你就自己賣 這樣 後來我才知道 他原來 已經加進 台南東部 就是 我們兩個食材後 他就加進台南東部 我經常看到他的圖 我都覺得 這真的是台灣基金 很困難 你知道嗎 因為對我們來說 包括文選 美術等等 其實選舉的過程 主要是大量的認識 但是呢 在今年 手上的時候 他就 他就 自己在家裡離開 後來 才去給我發言 那我也第一時間 寄到 我們民意觀 給他兩票 那 我認為齁 他的故事 可以說 把我們提示 但是 我們每一個 行動 我們每一個 作為 後面都有很多 跟我們支持的人 這些人 不管是 時大 是小 他隨時 都有可能會離開 不是說 一定是 每四天離開 有可能是我們說不到的 有可能我們做不到的事情 所以作為一個 政治工作者 我們應該要緊心 整理 來做每一個行動 所以 真的很感謝 顏兆生 先生 在這段時間 對台灣基進的幫助 我想 是否總理跟我們一起 沒有啦 一起啦 一起 我們今天邀請一齊主席上台 那我們今天有請到 兆生的妹妹 我們要頒發我們的 榮譽黨員證 那請 顏兆生妹妹上台 大家可以掌聲 歡迎他 謝謝大家 那接下來如果想要跟佛偉合照的呢 請到中間排成一列 以我為 以我為 起頭 聽我們的 紅色背心的工作人員指揮 先把你的手機打開 開成相機模式 幫我把你的相機先打開 我們有專員在這邊 會幫你拍照 謝謝謝謝謝謝 所以今天呢 是 陳柏偉3Q科在台南成立服務處 可以看到沒有 高委員 陳柏偉台南服務處 他剛剛講一句話就是說 如果選前成立服務處呢 是為了選舉 可是選完舉了之後呢 成立服務處呢 是為了服務 好吧 我們以後來再看看說之後 Thank you 陳柏偉呢 在台南服務處呢 到底可以為大家服務什麼 那今天來這邊呢 來看一下3Q哥 那如果你喜歡影片的話呢 記得按讚 訂閱加分享 我是Jerry 我在台南市 胡偉街88號 基進黨的黨部 也是陳柏偉的服務處 掰掰 好謝謝 那個 Gogoro的 對對對 你自己是Gogoro嗎 沒有啊 我有看 你怎麼會知道 我有常看那個搜尋 嗨 新的新的 新的 Gogoro 這什麼名字 Fish Fish Yuko 所以你在台南嗎 我現在住台南 哪裡 OK 好啦謝謝謝謝 遇到Youtuber本人 那個電視比本人好看 有有有 電視比好看先 掰掰 OK 那那個今天呢 是3Q哥陳柏偉呢 在這邊建立一個坦步 滿有趣的 OK 先這樣子 掰掰囉